马来西亚沙拉越州的山区连外交通不方便 民众光是开车到市区 至少就得花上11个小时的时间 实际的疫诊服务守护当地民众的健康 这里是沙拉越内陆村庄鲁宋拉谷 距离省会民度路有245公里 村内的诊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有限 遇上大病还要坐直升机才能看病 我们收到这里的求助 我们就会赶紧地帮他们安排 主要是天气的允许 我们就会直接借着那个飞机过来 把他们送到最靠近的医院 虽然地点偏远 但近300人的议诊团仍坐上四轮驱动车 从民度路翻山越里约11个小时 进入山区举办议诊 他们既然不能来 我们有这个能力 我们能够办这个活动来这边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这个繁星真的好哲略 此次一整集结了沙拉越沙巴 冰城及雪龙等地的仁义会成员 自己职工一起守护居民健康 进来的路程12个小时 非常巨挑战性 付出之后心里的那种快乐的那种感觉 是我们追求的 能够用我们的能力去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走路偏乡付出爱心 一整的专业跟亲切度不打折 为居民带来温暖 乡亲的健康就是最好的回馈 在新闻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